Hello,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 今天812周三版国际大棋局第一节 进入节目之前,现在愿请大家按赞订阅给like 一台二台都要,因为这个多月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候 但我们也在作出反击和发展 我相信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的频道也会迈向一个更加好的 接触面更加港的一个领域 现在这次的整顿虽然是痛苦的 但对于我们长续发展来说,这一刻还是初期文娜阶段 所以现在的整顿,长痛不如短痛 总比我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成型的时候 才来一个沉重的打击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我们看所有事情 都是要有一个宏观 还有我们随时都要有一个避战 还有一个不要放弃的心态 这件事就算大家,譬如你现在在说 你住在澳门,住在香港 都要有这个心的 也都是我们昨天,也是中国鬼节的首天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也叫了中山卿 其他兄弟姐妹一起上来说说鬼故 中途呢,我们一位重量的嘉宾 今早有酒,山姐和Cat姐 后翠山姐姐就上来说说她行内 就是说她以前一直去做 去到她一些个人经历 就是酒吧界的鬼故 不过呢,除了昨晚的直播节目 大家有时间重温之外 也都狠请大家去梁感祥公国室 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正式推出了 这个呢,跟这个《苹果日报》 一个很传奇的一个编辑 就是肥龙啊,就是说这个风月板 就是无人不晓的一位传奇人物 的一个访谈 这个访谈其实很精彩的 大家就真的要是 落足耳力去听 因为其实好像这些 吸数的人物呢 他出来,你跟他做个访谈 他一般来说是很难的 他又不会说 要你什么东西的好处 他也不是急着要钱花 甚至乎有很多 可能他们行内 以前做记者也好 做编辑也好 有很多的东西 我相信如果《苹果日报》 不是现在见了业呢 其实他都未必会说出来 因为有很多行内的事 我们大家做得这一行 都是很守得秘密的 这个是第一个要点来的 当然啦,随着年纪大了 可能有些回忆录 所以这个访问是很珍贵的 所以这个访问是很珍贵的 很希望大家去梁感祥公公室 去订阅 也订阅同名的Platron 我再说一次 这些访谈 基本上如果不是台长黑夜安排 你在市面上是看不到 甚至乎 以一般的网台 可能他们的接触层面未必接触到 另外呢 今天也是很多的大事报导 昨天台长说了 萧定一、一哥的财务状况 我自己就真的没有资格去评论 不过呢 对萧生一家 我都是 处以正面态度 但是昨天台长呢 已经是没发到通知的时候 说了很多的看法 大家今晚看完的报导 也可以听回昨天台长 他对这个消事 这个欠债方面的看法 和那个情况 我相信呢 现在就算我们 势如我们 这个斯陆文俊的频道 以至可能一哥呢 我想他们那边 都要想如何重力去改革 好了 今天回来做完预告 先交咪给我老师 台长在这里吗? 在这里 首先文俊提到昨天的访问 我都要讲讲反应 反应就相当不错的 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轻懷舊 你说今天的事情 譬如我说 那位在2019年被伤到的眼睛 那位女士 我这里去提醒 我真的建议 我强烈呼吁大家 不要用这个爆眼泪这个名字 这个不是一个尊重的名字 但是那位女士 那位女士 其实她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 是不是? 那现在又发援那边 那边都剪掉了 那又是过了三年 那我觉得就不要用这个字眼去形容 因为整件事是一个 就是一个伤痛 不只是她本人 是整个香港的伤痛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的时候 应该用一个严肃的态度去看这件事 但是我也很坦白说的 就是评论的新闻 我现在已经是 没什么心情去评论这件事 因为你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你讲了那又如何呢? 那倒不如大家 风花雪月 或者不风花雪月 比较正经一点的文化角度 看回香港文化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去做那个 我们的90年代 或者有其他类似的名字 我们的80年代 我们的70年代 那个原因 就是你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态度 去巩固香港人本身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基础都是历史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历史 我们怎么来呢? 我们以前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呢? 我们有什么行为模式 现在有什么改变 就是这个是一个对照 这个对照出到那个身份的主要元素 那这个是我去做这个肥龙特輯 或者所谓说是 《波兰街传奇》这个意义 我再次重申说 这个不是一个 纯粹说哗众嘴重 我们讲一些所谓的色情 或者是一些色情的布 就是大家如果在那里听 都知道我其实很节制 比如去到一些 真的 涉及到那时候的色情行业那些东西 我就纯粹说行业 本来我不讲细节 我想去做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 很多这些事情慢慢会烟没 尤其是年轻一代 他们很多事情都是一知半解 就是当时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 就很多时候都不是太想说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昨天看那个 节目的反应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当然了 收听率 就是我们认为 绝对有这个进步的空间 但是始终是那个平台 我平台本身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平台 所以去到这个成绩 我觉得已经是OK的了 但是希望大家就 会记到里面的资料 事件的池片 台长啊 是 我必须说这个节目 首先 凡是台长的出品 就不和文俊那些 不是低俗 不是市井之流的东西 他全部都是学术性 还有有这个留下去再听研究的价值 其实对于那一班 比如台长的死忠 包括我 对我来说 其实我们当然会欣赏 但是我更加是希望 台长这一个精神 这一个执着 对于一些 尤其是次文化那种的 想去保留 和想去回顾整个社会 和文化之间的对比 和衍生出来 那种的时代感 我很希望是 就是普通的听众 普罗的听众 都可以去感受 因为其实大家要分的 大家听YouTube 大家可能每天去看一些 网上的程式 例如像你说文俊 去看抖音 看女儿 很明显就是不用用脑 看十几秒 看完那些女儿就走了 对不对 这些是你没得着的 你纯粹是个人 没有工作 甚至乎睡觉前 体重一下 但是你对于台长的节目 我相信 无论是神秘之夜 以至 角色的节目 以至和他一起做的嘉宾 例如Lawrence 和他做的日本文化 的每一集 当中 都是值得大家去深究 因为你不知不觉 你听完 你等同在外面 可能是高等学院 或大学上了一课 你也是增进你整个人的内涵 和你整个对现在这个世界的了解 和你的宏观性 所以我刚才的说话 就不是跟我们这一班 本身台长的忠实支持者 以及一班跟随了台长很多年 可能十几二十年的死忠粉丝去说的 我是跟我们现在 假如你有幸你听大棋局 你只是一位可能 我平时听一下普通的政论节目 听一下涉时间节目 这样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这样 你都可以 去真的留意一下 好像这一类的节目 绝对不是说玩的 因为我绝对相信 这些东西是买少见少 更加重点就是 今天因为台长在这里 所以有这些节目 这些节目 如果假设台长 可能他年纪大了 他说我不做 这个传播 或者我不做 我只是做研究的 大家没得听的了 你不要只要台长之后 还有其他的后人 或者有他的学生 都去不了这个水准的 因为大家要听 好像你肥龙这级数 他说的话 其实正正就是 那个时代的缩境来的 为什么在香港这个地方 可以印录出一些报纸 一些所谓的风月版 正如你去对比 说真的 澳门 澳门 广州 甚至乎台湾的报纸 甚至乎看日本 读卖新闻 你会觉得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文化 这些东西 大家可能没有太多去探究 甚至乎你看到 那些外面的 情细的一些 网站 或者一些书刊 他们只是着重于 141 你看到一本 买张农票 那些性服务的内容 而不是去想 为什么这个时代 当时的人 会衍生出这些文化 而不是去想这件事 所以大家不要看有些名称 例如 Lawrence和台长做日本AV文化研究 你就以为是平时 诗浩文进看那些咸片内容 不是讨论那些东西 正如肥龙的研究 为什么我私心更加想 大家多些普罗大众去看呢 因为那个刘滥梁 很坦白说 肥龙哥 他都会看一看的 如果他看到受欢迎 譬如说 大家都想听他多些 那个时代的故事 或者其他东西 那嘉宾才会有心 是继续做下去的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面对一些嘉宾 他根本不是说 为钱而去做节目的话 你一定要带给他一个满足感 还有让他知道 他说的话是有人听的 所以我在这儿再三呼吁一帮 不是台长的死忠粉丝 而是说 可能你是纯粹 就好像平时 听一下大气局 听一下我们直播时间的听众 花点时间 去梁感祥工作室那里 听一听这个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 这个台来计 可能这半年 最重要的一个访谈节目 就是肥龙的访谈 是吧 阻礼时间了 台长继续 这个方向 其实我也补充一件事 就是 其实现在我们要 保育这个龙虎炮 这份雜誌 因为到现在他还在出 但是我觉得 这份雜誌 是建政了香港 我想都几十年了 有一本这样的 我们现在都不是叫咸书 因为现在你上网看 你都看到你 看到你免费的 还要 竟然以前 或者 现在这本书还存在呢 我经常都说 这个是一个 就是文化保育的 应该做的事情来的 但是这个不多说了 因为今天呢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 那是慶幸今天的 就是突发新闻 或者动态新闻 就比较少了 那你很奇怪 为什么动态新闻少 反而是什么 就因为呢 有时候动态新闻太多 或者突发新闻太多 我们就应之不下 那也都有一个很大 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处境 就是呢 我们一直说的 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呢 是录播的 它由录的 至到一个 出街的时间呢 虽然说短 都是只有几个小时 但是呢 你在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呢 就是在香港的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真的很难说 可能你刚刚说过 A 它突然出来是B 是吧 我们前几天都试过了 柳淑儀说了 这个考虑放宽 就是这些大陆的人 来买房子的引花税 说突然两个小时之后 被这个财政司司长的办公室 搞定了 那这些新闻呢 如果录了之后 再去出街的时候 就比较尴尬了 所以呢 我们去做的时候呢 就是那些听众 有时候不要怪我们 就是我们会比较 多一点点的头盔 大一点的头盔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事态的变化 如果你做Live就不同了 但是做Live也有一个很大压力 就是那个时间一定不可以改 就是说你还可以8点半 或者你还可以9点的 那个时间设定了 你死了你也要死回来 那六波呢 就有少少走散的 可能退遲少少 我看定少少 或者看多些 才去讲 但是我们出街的时候呢 我们在祈求 没有什么大变化 如果不是呢 就是尴尬 如果不尴尬呢 就要补飞 补飞又做多一个小时 那就比较辛苦少少的 所以大家理解呢 就是我们现在做些新闻的那个难处 好了 那今天那个 如果稍微动态的新闻是什么呢 那就是呢 昨天这个重案组 就昨天晚上通宵 就走了去那个洪满那里 去调查那个事件 那我之前呢 那些人都会有一些的 懷疑啦 就是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是 就是会是 得过且过这样 就说了就算了 那因为我看了那个情况 都不是的了 就似乎那个 的调查呢 是真的比较 是 就是会比较快 和是真的 真的派人去做 那所以呢 我看现在这个情况呢 就相关那个 那些的机构呢 都 就是可能 就是在想着 是怎样去 就是交代清楚这件事啦 那事实上 你也看到啦 就是有所谓那个镜粉 就向这个 这位老先生 姓老这位先生 盧亭辉 就下了一个 寄了一个 的 严厉的 一个 一个这样的 声明给他 那就是说呢 就要求他三天之内 去交代 那现在 现在他们都处于一个 情况的就是说 他一方面的政府面 就是那个警察方面会查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他要公开交代 那怎样平衡这件事呢 你是不是可以推说 就是进入了这个法律程序 那这样就 那现在还没到的 现在还在那个调查阶段 那但是 你始终这件事都要交代嘛 就是要 就是 讲清楚这个情况嘛 好了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呢 就那个康民署那边也有讲啦 那他就说呢 就是 取消了那个 洪管駐场的舞台監督 很多年的 那他说这个 就是取消这个 他怎么解释呢 就是洪管以前呢 就有这个駐场的舞台監督 主要就是协助安装舞台 还有座位置